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是我的会员 我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点来告诉你怎么样关盘 怎么样看这个大盘的趋势 昨天的传真稿 我上面我怎么说了 我说金管会主委的谈话要密切注意 这是我们昨天的传真稿 我说要密切注意金管会主委真名中的谈话 他说了什么话 他说台股量缩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他举到三个现象 他举到三个点是影响到台股近期量缩的 那一个是国际的一个股市 另外一个是国内的油品的问题 再加上 再加上很多的一个FED的会议 你会发现到 国际的事件跟国内的部分 导致近期的台股量缩 可是近期来一堵量缩 我会有没有告诉大家 量缩啊 量缩你可以看得出来高手在哪里 因为巴菲特曾经讲过一句话 只有在退潮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的看得出来 谁是光着屁股在游泳的 那我也告诉过大家 你只要是我的会员 我会告诉你怎么样关盘 怎么样悬骨 今天的盘是呢 只有涨了61点 盘中是大涨了白点的部分 可是为什么大盘会这样子压下来 还收了一个这么长的上影线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最主要是你有没有发现到外资的空单 外资的空单呢 截至昨天为止还高达了17000多口 而外资的空单到底在这里 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动作啊 你有没有看到台达店外资在卖 台达店外资一落在卖 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你有没有发现到广达 广达最近的走势也很弱势 那为什么外资最近要站在卖方 再看一下象征台股的很重要的台湾舞池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今天也是收了一个长上影线 那在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是外资在这里 做一个调节的卖方 那外资的动向到底应该怎么看 我们应该怎么样看一下 外资的动态进而住 掌握住大盘的趋势呢 我们先看一下每日1.0 昨天有跟大家讲到外资 大家有没有学起来呢 因为很多人都告诉我 老师外资影响很大 跟着做就能够稳赚不赔吗 我来告诉大家 因为外资的种类有很多种 因为我以前就是外资出生的 所以我会知道外资的种类有分为 退休息基金的Pension Fund 还有主权集基金的Severing Fund 还有所谓的避险基金 那你会发现到 影响盘式比较剧烈的 像是Hedging Fund的部分 它是一边做多一边做空 那只有在专业的操盘手 可以利用相关的数据 勾勒出外资背后的动态 可是往往一般的投资人 他只看到了一面 常常见数不见零 所以只看到了外资的多空单 去判断大盘的行情 这不是完全准确的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 外资常常用的策略是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仔细听 因为外资常常用的策略 别的老师不会告诉你 我来告诉你 外资常用的策略在哪里 股票跟期货对手 例如右边做多期货 左边借卷放空全资股 那一般的参加会说 老师外资做多期货 所以明天台股很乐观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以前我是外资出生的 有时候外资在做多期货 不见得是真正的在看多 有时候借卷放空 也不是真的在看空 那你会有点搞糊涂了 那到底外资的动向是为何 我要告诉大家 有时候是为了要多空平衡 为了要保持中立 也就是觉得部分的个股强势股不在 也担心了政府基金强力的拉抬 来做一个避险操作 这个是外资常常有的操作策略 明天会有进阶版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明天会针对 选择全期货的部分 来告诉大家 那我问大家 你每天看美日一点零 你到底有没有学到东西 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的美日一点零 跟其他老师 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很多人不会跟你讲的 我都会告诉你 因为我希望你能够 你能够呢 你能够学得到钓鱼的方式 能够到自己看盘的技巧 那你会发现到 当你学会这样子的功夫的时候 你可以跟着我们 是一边学习一边赚钱 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而且你还可以每天看 持续的在关注 可是你会发现到 你永远落后我很多 因为我知道 现阶段要涨的是 什么样子的股票 现阶段量缩 在量缩的过程当中 我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巴菲特有说 只有在潮水退去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的看得出来 谁是光着屁股在拥有的 所以在量缩的震荡过程当中 你会看得出来 谁是真正的操盘高手 所以我也告诉过大家 未来也就是未来的选股 你只要聚焦两种 哪两种 一个叫做我测标上面写的新苹果 还有第三方支付 新苹果再加第三方支付 实现你的未来获利 我再讲一次 新苹果再加上第三方支付 实现你的未来获利 为什么要这样子告诉大家 很多人今天 你可能今天才看我的节目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什么是新苹果 苹果有分为很多重 有分为旧苹果跟新苹果 旧苹果也就是我讲的这些 新苹果也就是我讲的这些 那你要特别注意到 新苹果具有什么样子的商机 我也跟大家说过 新苹果 这一次的苹果它有预购非常热烈 你知道吗 在短短的一天当中就超过了400万支 那我也是其中的一名爱好者 我也是果粉 那我也抢了这个预购 因为我之后要换大支的 因为我很多资料都是从苹果手机 或者是OK我们的一些法人的资讯 来做交流的 为什么我能够掌握到第一手的关键资讯 那当然我们能够掌握到第一手的关键资讯 除了需要靠手机之外 还需要靠什么 还需要靠的是专业 那当然我也要跟大家讲一个 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Apple Apple它出了一个叫做Apple Pay Apple Pay的部分呢在美国 它会10月份就会上路了 台湾还没有这么快 我也有事先跟大家讲过呢 以后呢你不用带你的钱包出门了 你只要带着你的手机 逼一下哇就可以消费 就可以付款了 这么轻松容易 时代在改变 你要跟着改变不是吗 所以我来告诉过大家 新苹果跟旧苹果的不同 所以我来告诉大家 怎么掌握到新苹果的商机 就如同除了新苹果之外 还有第三方支付的个股 第三方支付的受惠股有哪些啊 有哪些我都清清楚楚的掌握了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一直告诉大家的 5263的自威 我们来瞧一瞧嘛 今天的自威是表现如何 今天的自威呢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掌停板 大盘尾盘是压下来 为什么要压下来 因为外资要压低结算嘛 可是你会发现到 我跟你讲的 我带我们的会员布局的 买在低档的自威 确实攻上涨停板 你看一下自威 是这样涨上去的 再看一下大盘 是这样子叠下来的 选对股票差异性非常大呢 当然你会发现到呢 这档股票自威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告诉你了 因为我也拜访过自威的这档股票 我也在节目上面公开的告诉你 自威的公司是在高雄 那我们有拜访过呢 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黄董事长 他有告诉我他在手的订单 你知道吗 他光在手的订单就超过10个以上 也就是说除了在手订单之外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得到的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他除了在手订单之外 还有一个分论订单 所谓分论订单呢 你要特别注意到是 也就是当有进账的时候呢 营收就会持续的在成长 这是分论订单的一个特色 那我也要跟大家讲 因为我做过自威的产品 因为我觉得自威产品真的是非常好玩又有趣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一大做做看的话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 因为其实我为台湾人感到骄傲 当然撇除了近期的一个食用牛的 一个黑心商人的世界 我认为台湾人还是很可爱的 我认为台湾人还是很聪明的 就像自威的老板一样 他可以把他的产品推广到哪里 推广到加拿大 推广到日本去 所以你会发现到 加拿大有一个叫做飞越加拿大 我也亲身的去体验过 当你做了自威的设备之后 你真的能够飞越加拿大 你坐在上面 你看着前面的荧幕 你感觉你置身在加拿大上面 加拿大是非常大的 非常美好的 有时候你真的要让自己出国走走 那当然如果你不能出国走走 你就做一下自威的设备嘛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我的亲身经历 我要跟大家讲 自威的产品真的很棒 当然我不是帮他代言 我只是来告诉大家 我得到的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所以我能够带领我们的会员 买得很安心 买得很放心 重点是赞得很安心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研究报告 那你是我们的会员 你都会很清楚 除了你拿到我们的研究报告 会知道第一手的产业资讯之外 我会带你第一个时间布局 那然而我也会分享一下 好看给我们喜欢1.0的投资朋友 喜欢我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FB的话呢 你可以加入股市1.0的行列 因为我也会在我FB上面呢 PO一些很重要的讯息 就像这一则 这一则我在9月9号PO的 我说了什么 我说这些户外的一些刺激的设备 你知道吗 像云霄飞车啊 咻咻咻 其实老师我都不敢做了 以我现在的年纪 虽然我年纪不能说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年纪越大 我就越不敢做很刺激的户外设备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我看到的商机 你知道吗 今年年底 苗栗 苗栗的上顺广场呢 跟智威来做配合 会有一个5D的一个设备 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做一做 真的能够感觉到台湾人的骄傲 我希望你身为台湾人 为台湾人感到骄傲 因为我身为台湾人 我也感到台湾骄傲 可是不要因为一些 最近的一些石油的黑心 石用油的黑心商人 把台湾人的名誉都搞差了 我不要说这些人的不好 可是我看到是台湾人的可爱 跟台湾人的好 就像我看到智威的商机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到 智威的这一档股票 它为什么攻上涨停板 为什么一开盘没多久 就攻上涨停 而你是我的会员 你可以收到这个资讯 你可以收到这个抠讯 5263的智威 今天找盘攻上涨停板 具有突破型的强势型的形态 可是我也告诉我们的会员 这一档股票 它的目标值在哪里 我特别把它遮下 因为这档股票呢 它操作上面要有方法的 因为一档股票能够赚钱 能够赚钱的方法是 除了选好股票之外 除了选对股票之外 它的买点在哪里 它的卖点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 重点是我很清楚 我已经都规划好了 所以你只要照着我的指令 跟着我的脚步来走 你就能够赚到智威的钱 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很多股票才刚刚开始而已 可是重点是它拉回来 什么时候的位阶 什么时候可以布局 我很清楚 当你看不懂盘式的时候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绝对赚不到里面的钱 当你掌握住盘式的时候 你绝对看得懂 而且你绝对赚得到 而且像我们的会员一样 把智威的这一档股票 赚在口袋当中 那你会发现到除了智威的这一档股票之外呢 还有 还有第三方支付的股票 智威 星象也是 星象也是第三方支付的受惠股 那我要跟大家讲 很多档股票 我们都先做好研究报告 做好研究报告之后 我就会带领我们的会员去布局 这档股票是星象的研究报告 星象的研究报告 关他的市场 有台湾 有大陆 有东南亚 有意大利 有南美洲 你知道吗 你可能都还不知道 可是我们已经事先的掌握到了 那当然除了事先掌握到之外 很多股票 你会发现到 有我们的指令 跟没有我们的指令会差很多 星象可加码买进 可以加码买进 当你有我的指令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可以买得很放心 而且报得很安心 而且重点是 赚得很开心嘛 是赚得很开心 轻轻松松的赚钱 轻轻松松的获利 那当然你会发现到 我们有带领我们的会员买进星象 可是我们也掌握住未来的商机 你只要是我的会员 我传真稿上面都会有交代 未来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事情 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展览 我们拉近一点 明天会有什么样子的事情 9月18号到9月21号 有一个东京电玩展 东京电玩展 明天要开始 明天要起跑了 那也会带动游戏相关个股 可是我也告诉我们的会员 来看仔细 我告诉我们的会员什么 我说明天 东京电玩展正式开始 新象的这一档股票 明天会利多见吧 该怎么操作 该怎么操作 我说得清清楚楚 来再看仔细 明天东京电玩展会开始 新象的这一档股票 明天会利多见吧 这是今天的讯息 所以我说过股票能够赚钱 只有三件事情 哪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选好股票 我把新苹果的股票选出来 我把第三方支付的股票选出来 可是它的买点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 它的卖点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 当你没有办法掌握住 里面的买点跟卖点的时候 你怎么赚得到钱 亲爱的投资朋友 就如同新苹果的股票 苹果的概念股 我说 我超过苹果概念股 我说我是第二名 可能没有人敢说是第一名 不要说是我臭屁 因为苹果概念股 它只有两一波可以做 一个是在新机发表之前 另外一个是在新机发表之后 新机发表之前 我曾经做过台俊 有没有影响6269的台俊 因为我知道呢 股票市场获利只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你把股票选对了 你把股票选出来了 可是这档股票的卖点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 这档股票的卖点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 当你很清楚 你就一定能够在股票市场获利 能够在股票市场赚钱 来看一下 苹果概念股 我前一个破断 我怎么带领我们的会员操作的 我前一个破断 我带领我们的会员赚到两成 所以你会发现到两笔的操作 我到底怎么做的 我到底怎么赚的 我来告诉大家 这档股票台俊 我们在买进之前 一定会有研究报告 我会告诉你这档股票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利益积点 可以让它涨 它会发行一个 无担保的转换公司债 而它发行的价格 发行的时间在哪里 我的研究报告都写的一清二楚 重点是你有我的指令 你有我的动作 你绝对可以买得到 看得到赚得到 而且买得到赚得到 而且买得很安心 加码再买进 那什么时候卖出呢 有我的指令很清楚 我的指令一目了然 我的指令清清楚楚 我告诉你81.3块钱 以上就是获利卖出赚钱入带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会发现到 最好赚的苹果概念股 我赚到了 最好赚的苹果概念股 我把它掌握在手中了 我赚到了这一波 我没有卖在最高点 卖在最高点 可能是神做的事情 我是人 我赚了最好赚的这一段 我把最好赚的这一段 放在口袋当中 避开下跌的风险 你会发现到一来一回 一来一回 你跟我的差距差多少 我们看仔细一点 我赚到了将近两成 接下来开始赔了将近 接下来跌下来将近10% 一来一回 就将近快三成的幅度 也就是说 你投资100万进去 你赚了120万 而且你避开了10万的跌幅 也就是说一来一回 就这样子买跟卖的动作而已 我跟你的财富 就相差于30万以上 100万投入进去的话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怎么操作 怎么选股 我都一目了然 因为接下来 选股我帮你选到了 新苹果跟第三方支付的股票 请你务必留意 接下来的买点在哪里 接下来的卖点在哪里 我会带你同步来招作 那接下来 如果你想要在股票市场 反败为胜的人 如果你不晓得 你手头上的股票 到底是好股票 到底是不好的股票 你不晓得买点在哪里 你也不晓得卖点在哪里的人 欢迎你把电话拨通 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讨教讨教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会来 我经过多年 对建筑美学 对私材的打造 一定跟整个团队的经验 今天来做呢 太慢了 把世界所席当成 是一场面上的音乐的线 是可以理好 希望在理口 有我们的幸福 或是我们的赛事 世界首席 881 5588 台积电创办人的雄心 我会再创奇迹 屡屡再创巅峰 亚洲投顾27年的服务精神 掌握市场经济脉动 结合国际财经趋势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顾 27年来 一直秉持专业 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君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我期盼能给孩子安定的未来 我想给家人安定的依靠 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 保障自己的生活 只要您符合成保条件 付出少许保费 就可向保险公司 投保微型保险 让您及家人获得多一层保障 详情请下微型保险专线及网址 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心您 欢迎回到第二个阶段 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 叫做世龙 他呢 他曾经是一个呢 一边上班 一边开着计人车的小伙子 为什么他一边上班 一边开着计人车呢 原因是因为 他输掉了 他外公在临终之前 给他的100万 他在股票市场输掉了 他外公在临终之前 给他的100万 他非常的自责 也非常的难过 我这个朋友 当他有一天 他告诉我 他走在南京东的路上 他一边走着一边想 我是不是不适合股票市场 我是不是应该要离开了 股票市场了 可是他一边走着 走着就走到了一家证券公司 他看到里面有一个小伙子 在跟他的朋友 嬉笑之中在谈论的股票 走着走着 走到了外面 然后呢 坐上了一台保时捷 那我这个朋友世荣 他就告诉我 为什么 为什么别人 做股票 可以呢 开保时捷 而他却是呢 开计程车呢 你知道吗 从那一刻开始 我的朋友世荣 他下定了决心 他下定了什么决心 你知道吗 他现在住哪里 大家了解吗 他现在住在内湖 而且是内湖的豪宅 他呢 有保时捷 而且还不止一辆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他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股票市场 所以我说股票市场可不可以赚钱 股票市场一定可以赚钱 我分享我这个朋友的例子来告诉大家 一起来为大家加油跟打气 重点是你要选对股票啊 所以我也跟大家讲 未来能够赚钱 你一定要选对股票 那未来要挑什么样子的股票呢 要挑新苹果 我测标想要很清楚 新苹果的股票再加上第三方支付 等于实现你的未来获利 新苹果股票有些哪些呢 我都已经告诉过你了 像是同亨 像是伟权店 像是力旺 像是义登 像呢 第三方支付的受惠股 像是呢 星象 智威 像是这些股票 都是嘛 像是泰硕的这一档股票 你会发现到 这档股票 我早就带我们的会员布局了 而且我早就带您 我们的会员买在最前面 这档股票就是泰硕 泰硕的这一档股票 也是我之前呢 盖的 你会发现到 它的商机有多大 而你会发现到呢 很多好的股票 我们都已经掌握在前面了 重点是 你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布局呢 你会发现到 我跟你讲的股票 都具有前瞻性 像大牌是持续的在下跌 可是我跟你讲的股票智威 却是涨停板 而且创下进行的新高 除了智威一样 还有 星象也是这样往上涨 星象也是这样往上涨 可是大盘却是这样子 直直的落下来 所以我说过 选股很重要 重点是 力望的这一档股票 兼具新苹果 跟第三方支付的概念股 也是这样子往上攻坚 往上涨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可不可以挑到股票 可不可以选对股票 重点是很重要的 因为股票市场获利 只有三件事情 一个是选股 一个是买点 一个是卖点 选股就是要选新苹果 再加上第三方支付的股票 而里面的买点 跟卖点在哪里 你知道吗 我很清楚 就如同明天开始 明天是东京的电玩展 明天东京电玩展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而游戏股票 第三方支付 它接下来的是买点 还是卖点 你该怎么操作 你该怎么选股 如果你有任何 在股票市场上面的问题 如果你也不晓得 你手头上的股票 到底是好股票 还是不好的股票 你不晓得 接下来的买点 还是卖点的话 欢迎你把电话拨通 跟我一起讨论 跟着我一起赚钱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了 拜拜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 有价罪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中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慎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暖气调高点 风景美一点 灯光 风景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电 是今下最美丽的流行 台积电创办人的雄心 我会再创奇迹 屡屡再创巅峰 亚洲投资27年的服务精神 掌握市场经济脉动 结合国际财经趋势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资 咨询电话 02 2578 3777 2578 3777 亚洲投资 亚洲投资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中国大陆单独二胎的效应 逐步发酵 推升了对岸 幼童用品业者业绩有好消息 像是F东霖 8月份的营收突破1.3亿元 改写今年新高 另外一家业者立英房 在经过体质调整之后 同样也交出了成长表现 黄色小鸭旋风延烧 大陆城镇化 以及二胎化政策持续扩大 日估5年内将新增750万新生儿 带动上兆人民币商机 也刺激以大陆幼童市场为主的 F东霖业机再冲高峰 今年最主要有二胎化的一个开放 我们在第三季会进入到 慢慢进入我们的高峰 延续到明年 2015年 政策力多 推升F东霖 8月营收强烟 达到1.31亿元 月增42.83个百分点 改写今年新高 随着大陆地区经销商制度 调整高一段落 加上第二品牌 哈皮蛙的推出 再搭配大陆经久银食即将到来 渴望进一步推升第四季营运成长 对手力营房同步较出好成绩 那我们希望能够多靠一点 所以后天 所以我们才提出很多的新的program 希望能够刺激买性 经过一段营运低潮期 力营房加速体质调整 8月营收来到7.82亿元 年增5.23% 另一业者逃递 业绩表现更是强烟 达到2.66亿元 月增61.61% 年增27.21个百分点 显现大陆同装市场的强大发展潜力 Fresh城建委台北报道 因为不害怕LED产业面临到景气调整 龙达启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扩产 由于CRE的中低功率订单 再加上长期